哎呦 可算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什么时候扣 理计我一下 安迪 怎么了 说话啊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低头 再来 一 二 低头 再来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低头 一 二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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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 想查一下 忘了跟您说了 我签了协议了 继承了三套豪宅 还有一些字画 这么快 我不知道魏霍强 他们那什么计划 就这么快 一夜暴风 感觉如何 我本来也不缺钱 当然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一个跟我有那么深渊源的人 素为谋面 抛弃我们母女这么多年之后 突然把她所有的遗产都给了我 这要是换了别人 我会觉得是个很拙劣的故事 可现在我就这故事的主角 感觉有点复杂 所以才来找我 我今天见到我前男友了 是你去找到她 还是她来找到你啊 我继承了其中一套房子 跟她在同一个小区 她纠缠你了 她不会 她不是这种人 而且我说过 不是我对不起她 我早知道跟她的关系不会长久 我早知道跟她的关系不会长久 我以为我自己很理智 很坚强 我到了真正说再见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难过 真羡慕她 真羡慕她 只有在你心里走过 才能让你感觉到痛 至少说明你们相爱过